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国家力量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的有关行进 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 等通行国际经贸规则 违背时代发展潮流 会损及各国投资者利益 也会损害美国利益和自身的形象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升 个别企业不在一些国际指数之内 并不妨碍国际投资者 通过多种方式投资于这些企业 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有关指数剔除优质的中国企业 只会降低这些指数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 美方所谓的实体清单 实质是打着人权幌子 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工具 是美方霍乱新疆 已将制华的手段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坚决挫败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 是这些西方国家 以教师爷的姿态 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点名羞辱 独化人权理事会的合作氛围 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他们口口声声说 欢迎批评 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他们的人权问题 表达合理关切时 他们却感到极度的不适应 甚至不接受 说中方搞麦克风外交 干涉内政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充分反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 傲慢偏见和虚伪 澳大利亚籍人士陈雷 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陈雷的各项合法权利 均得到充分的保障 五十年前 中澳彼此间的分歧 比现在还要多 为什么 那时的澳大利亚政治家 能够登高望远 顺迎大势 冲破阻力 开启对华合作 乃至接触亚洲的先河 而现在 澳政府一些人 却被偏见 带歪节奏 逆流而动 不断阻挠两国合作 甚至挑动对抗 我们敦促澳方 以始为鉴 认真倾听国内 有识之士的呼声 重新思考中澳建交的初心 摒弃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 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 符合中澳两国人民利益的事 不要开历史的倒车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关于当前海地的局势 我们希望海地尽快恢复 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 幸福 安康 很多事实表明 在国际道义 与一己私利之间 美国总是选择后者 美国在全球多地 推行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 强推政权更迭 所引发的动乱战争 恐怖主义 难民朝等后遗症 至今难以消除 美国罔顾责任和义务 迫不及待从阿富汗撤军 将烂摊子和战乱的局面 甩给阿富汗人民和地区的国家 进一步暴露出 美国捍卫民主人权幌子 背后的虚伪人设 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报道 中方支持日本 成功顺利举办东京奥运会 美方的有关言论 充分暴露出 美方妄图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 险恶用心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 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敦促美方反攻自信 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 停止借所谓人权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 美留学签证仪式回应称 相关措施依据第10043号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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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